龚华成先生 曾是县光二村居民迁村前最后一任自治会会长 其任期长达12年 迁村后他引领县光村民朝向全村保存的方向发展 被视为村落保存运动的精神领袖 听见龚先生亲切的招呼了吗 他不仅曾担任县光二村的村长 更是推动该村成为历史建筑的重要推手 即便退休后 他的生活仍然有条不紊 龚先生乐情地欢迎各位到他的家中参观 共同探索闲光村的过去与现在 以及保存下来的历史轨迹